有台湾护国神山称号的台积电 晶片制造称霸全球 连德国政府都唯一指名 彭博社报导 德国经济晋能源部长阿特迈尔 致函我国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金 以及经济部长王美花 表示当前半导体晶片短缺 正危及德国汽车产业复苏 呼吁台湾政府向台积电明确传达这项讯息 2018年的时候台积电还认为 28奈米会出现供过于求的状态 关键就是看到中国的半导体 其实是使劲疯狂的拼命的在盖厂 但是几年下来 中国的半导体晶圆厂 全部都盖成烂尾楼 对此台积电回应 这是首要考量 会持续与汽车电子客户紧密合作 以支援其产能需求 其实我国经济部也表示 去年底开始就从外交管道 收到各国对提供车用晶片的请求 除了德国美国还有欧盟国家 其中生产汽车的主要国家 有西班牙瑞典捷克法国等 而其实这些车厂是对车用晶片厂下订单 像美国德州仪器 日本瑞萨电子等 车用晶片厂再找上台积电 或美国革新 但去年初 欧美车厂因为疫情停工 车用晶片厂提出减少进货 没想到年中却爆发防疫购车潮 车用晶片当然不够用 跟外国的一个政府在官方 不管是政治上或商业上的合作 台湾的企业到欧洲去投资 或欧洲的企业到台湾来投资 藉由像这种国际互助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未来都是有很大的机会 根据日媒报道 其实去年7月 日本就曾计划邀台积电一起建立晶片厂 为了抢救国际车市 台湾雪中送炭 学者评估除了经贸力多 也渴望争取国际空间 护国神山 当之无愧 三十顺小区专会期待不到